如果以我們剛剛前面已經有提到過了 大家一直在談說到底俄羅斯跟中共 我們看到了普京跟習近平彼此之間有沒有一些默契 因為現在看到了這個資料提到 本來中共想要在秋天就發起戰爭 看著這個可能俄羅斯先行解決烏克蘭的問題 接著中共再來解決台灣的這些問題 鍾上林就這段期間的分析判斷 你認為這件事情對中國中共的這些統治 對於台灣的台海的戰事的部分 是不是產生了一些不一樣的變化 中共原本以為跟普京簽在這個冬奧會時候 就肯定就商量好的這方面 告訴普京冬奧會之間你不要打烏克蘭 就是說他們兩個就是野虎的 這個已經事實是證明的 但是中共沒有想到俄羅斯在烏克蘭碰了一個大石頭 所以中共在這方面您剛才講的非常好 就是中共在這上面吸取教學 他也看到了他即便下面凍台灣時 他的最後的結局說不定還不如烏克蘭 這個中共是有這個 剛才講什麼中共準備對台動手 什麼秋天 是吧 當然這個斷定也許是普京和習近平早先商量好的 他們兩個自信盲盲 我把烏克蘭打掉然後牽扯 那你就可以動手了 但現在不是這樣 所以說這個論斷裡還有一個東西也是認可的 就是說習近平要在二十大之前 邏輯是成立的 但現在看這種說法也只是以前他們的打算 就目前而看今天秋天想對台灣動手的可能性已經越來越小了 你現在你對台灣動手你毫不覺得你看到在烏克蘭打成什麼樣子 這是一個 但我們也不能忽略習近平對台灣的圖謀 他不會說他不說打台灣他打台灣本島 他沒這個能力他也不敢打也沒有勝算的可能 但是他會對台灣的離島動手 我上一次在節目裡面曾經講過一個見識 就是中共在大陸成立了一個 就台灣的這個偽政府 台灣政府籌備辦公室 他會單方面宣布對台灣行事主權 那對台灣行事主權他只能在 就是他的能力目前只能說在金門和馬祖文行事 有這個能力我們不否定 你在東沙你都不好弄 因為我們以前分析的時候為什麼打東沙 打東沙的目的不是佔領東沙 東沙佔領沒有用 這個義工難守 他打東沙因為東沙的佔領位置重要 他會吸引美軍到這來一戰 然後在這個地方重創美軍 吳基辛講打台灣之前 中共要跟美國打一場反介入作戰 只有把美國人重創逼出去 他才可能有可能對台動手 否則他根本就不可能 那習近平頂多地對台動手 也就是帶幾個離島做做動作 也沒有多大的事 但是我們現在也能看得到 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 台灣的優勢 但是台灣在這個國際社會 雖然沒有跟很多國家建交吧 或者說進入聯合國吧 這個東西沒有 但是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 都把台灣當作一個正常的 友善的這麼一個好的民主制度 所以這一點發行 比中共對台動手 那國際社會不會袖手幫過 就是美國和日本這兩個國家 隱形參戰 你就受不了 我已經講過 日本不敢 日本是一個戰敗國 它有和平行政 但是不影響它對台灣作戰 它參與隱形作戰 它話講得非常非常明白 它是美國好明白 台灣有事它就有事 它一不敢公開參戰 它就用這種隱形手段 美熱聯盟它的電子戰 它的自動化指揮系統 是吧 它的情報信息 你中共就跟那個俄羅斯一樣的 籠子瞎子 何況台灣有這麼密集的這個法位系統 所以說也不要太擔心 但是有備用換 你們自己做好自己的準備 這個應該 就目前情況下 中共對台武力動手的可能性 是越來越小 是 謝謝鍾孝 今天幫我們做的這些深度的一些分析 其實在這一次的戰爭裡面 剛剛提到的對台灣來講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內部的一些反思 台灣過往最大的問題是沒有 又歡迎是敵我不分 這件事情當然也引起 台灣內部不同的一些反思 即使還是有人說不要挑釁 但有人說有挑釁嗎 許多挑釁來擾台的 基本上都是中共的這些軍機 以及台灣軍機核實到中國沿岸的部分 去做這些動作 台灣的武器大部分都還是防衛 中共的戰略基本上還是要公開 這我想在整個角色上 誰在做這個所謂的挑釁者 是非常的清楚 不過台灣內部當然還是有 不一樣的一些聲音不斷的在干擾 但不管怎樣 台灣也從中學到一些教訓 台灣也因為這個案例 大家重新思考 自己要更自立自強 我想未來我們會再繼續 請教我們姚成忠孝 也謝謝您今天帶來 這個俄烏戰爭的一些 最新的一些分析的報導 再次謝謝我們姚成姚宠孝 不開始 不開始